在推杠的话,它不可能是直接滑下来的 给我的感觉到了 让你给它带来的巨大压力 记一下 没有能够偏近 主球也是带着后招的 主要是防守 这个是白薄一干的 这个是白薄一干的 这地方太尴尬了 这个是白薄一干的 这个是白薄一干的 但是如果他想保持铁铁铁铁铁铁 脱力啊 但是他并没有给Ronnie留下什么好的机会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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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形状 Ricky Walton 在考虑什么呢 他在考虑到底是中代还是底代 那么 最终呢决定还是底代 至少走到了这个黑球 但是 但是他又把一颗红球推去了边岸 我们看到在这个中间的 这个短暂的休息的时候 Ricky Warden还跑去练球方练了一会儿 24 25 因为Ronnie有23分在手 不要小看这23分虽然不多 但是要超分呢 相对来说就困难一些 因为球被他打掉了几颗 那么Ricky Warden似乎是必须要来处理的 他边上的这个四颗球当中 至少要有一颗要打进的